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谢谢大家的关心 昨天因为身体不舒服请了一天的假 那就放重播 今天要好一点就正常来做一个录影 不过但是声音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 主要是因为本来就有胃痛的问题 那就胃发炎 导致身体的不舒服 大致就是如此 不过因为有休息 所以就是恢复还可以 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在休息的过程 台股也没有让人比较好过 今天这个指数再度的呈现一个多杀作的走势 盘中一路开低震荡越杀越低 中场收跌363点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又再度的收在今天最低以及波段的最低 收盘的位置13985点 正式的跌破14000的整数关卡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我就说 六七百点对14000多点的一个位置 要从14000六 一万四千七跌到14000 其实本来就并不难 真的要跌两天就到了 结果今天很不幸的就严重了 就跌破14000 那我想主要还是在于就是说 融资的这一波的清洗 其实有点不如预期 因为昨天大盘震荡很大 它从原本开盘先涨270点 就一路翻黑变成点100多点 来回差了快400点 尾盘震荡在SOHO 看起来好像拉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转折线 所以导致昨天融资也只有减少2亿 所以并不如预期的就是说 它做一个从崖面的一个加速的换手 结果今天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空 然后就美股来说 肺半倒是利空反涨 先开低 震荡说 NASA 道琼 S&P 500 走势都差不多 所以美股已经开始有点指稳的味道 但台股依然是弱势 那我们人说可能这个从崖面 一来它可能断得并不够干净 不够干净 然后影响指数最大的当然是台积电 开盘稍微小小红一点点 尾盘又被几款越杀越低 中场跌了10.5元 影响指数大概约莫90点 当然说对照今天大盘跌了363点 90点其实并不算太多 但不能忽略的就是说 它毕竟是台股一个多头的指标股 当它天天往上 指数稳得住 那当然市场资金就会比较有恃无恐的 去做其他股票的操作 当它天天在跌 代表是IC股整个产业 还要面临一个不晓得多久的修正 所以它影响性就说会让资金不敢进场 去玩其他的操作 所以台电什么时候可以指稳 我还是动见观瞻 7月14号会是它的法说 那时候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你不反弹至少你要撑住 那今天尾环跌下来 站起来收在昨天433块低点的上面 没有破底 然后电子指数是破底的 上跪电子指数也破底 那真的比较强势的就是 上跪的生育指数 这次逆势大涨连续修正三天 昨天反弹今天再被打下来 但是相对来说还撑在一个低点的上面 相对强势 所以眼前的盘势仍然是 就是说电子股 它在一个弱势的杆底当中 生育股因为盘势太差 弹一下也受不了 大盘又破底 还是又多少又拉回 相对来说 生育股相对强 电子股相对弱 但其实我今天在盘中 我就有在文章中我就提到说 三个月前 如果你看空所谓的电子股的景气 那叫高手 现在去做追杀 最多就是技术命的追杀而已 那个已经不是什么先知灼见 现在很多人挑出来说什么 爱西股是太极匹来 其实这个早在上半年大致就知道 讲这个都太晚 那我认为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融资的问题 这边你不要过度杀底 因为末跌段 杀到让你受不了 这个过去经验都是如此 但往往就在那个极度受不了之后 你会发现怎么有一天过后 那怎么天天就往上 突然间那个市场气氛就会整个转变过来 因为很多电子股来说 在股价离高点早就已经跌到不止一半 都不剩一堆 那这有没有已经先行反映说 今年的景气变差 库存太高 报价走跌 出货衰退 客户砍单 所有利空库存太高 其实就是在反映 因为你不知道大股东其实知道 只是嘴巴硬不想跟你讲 股价早就先下来 所以他会跌跌跌跌到就说 当公司跟你承认说 比如说美工也承认说不好了 Intel承认说不好了 那现在就看看金元代工的说法 当大家陆陆续都跟你承认说 那后面真的没有之前讲的那么好 利空逐渐不断的浮现 然后利空不断测不断测 测到那个股价下不去了 那就差不多了 因为不是利空他不反应 而是利空出来之前 他已经先反应了 所以现在利空出来 继续反应反应到最后 你发现他反应不下去 表示他已经反应完毕 所以这是一个观察重点 那昨天的美股有点这个味道 但是看一天不准 来继续看下去 然后当利空测 这个是然后跌不下去 可能就会有一个所谓的旧性的反弹 那当然你说 整个电子股大行情 我认为就是说库存可能要经过半年的调整 然后到时候景气 又会开始反转 因为新的产品 新的应用总是推陈出新 你一定会看到一轮新的东西又上去 所以库存调整大概半年之后 可能年底 电子股又是一条好汉 所以现阶段就像我说的 如果说你不是有融资的问题 那你就抱着吧 咬紧牙关你撑一下 不敢跟你说 这边离低点还离多远 不知道 像之前我们认为 万事很有机会会破 今天也破 那就看就是说 你融资可以减少多快 然后台电可不可以不要再跌 利空测试的过程 如果说可以在万事这边 多测个几次 当测到最后跌不下去 之后只要有一丁点打好消息 股市反应会很快 砰一个就上去了 因为大家知道说 从18000跌到14000 已经跌了4000点了 抢个2000点不过分 那时候就会很多资金要进 就是第一次空头的大反弹 那这一波也不会想 也不会想 所以呢 这边 我还是想在做 你没有融资问题 你就不要再过渡沙底 有融资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 没有办法帮你算 因为这是个人的财务的 杠杆规划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就没办法给大家一个一样的答案 那经济科 今天 很可惜的尾盘又锁跌体 跌体板不是没有量 是最后一盘才稍微给你锁 锁24章 表示就是说 资金就给你称资的跌体板慢慢收 也没有要给你打开 其实换个角度想 就是说其实也合理 当 就算我手上有了好几亿 我看到大盘今天又跌了360几点 然后以台积电为首的一堆IC设计股 半导体股 一堆股票不是跌5% 6% 7% 8% 8% 9%就是破底 说真的我也不挤 因为这整个市场真的太烂 所以经济很可惜就是说 之前它是超级逆势股 从295涨到452块 开完股东之后才掉下来 那有时候这种事情就真的算不准 原本法人是希望他股东会后的那个座谈会 可以有一个很具体的讲法 让很多之前没有参与的法人 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多的时程 或者数字 那好回去准备要写报告开单 但很可惜的就是说 一来公司一直秉持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他只说跟公司正在协商付款 付还款才会不可产能才要投产 所以就是说现在是在付款投产前的 这个最后的阶段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或者是他不愿意告诉你说 那这个过程是要比如说半个月 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他也没有要讲 那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比较久的法人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而且这是进入到一个最后的阶段 所以这样的讲法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可以接受 但现场很多可能几十个法人 里面maybe有超过一半以上 是比较新来的 他手上没有部位 他想了解到底是不是可以买 但当听到这样的一个比较 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的时候 个人解读就不同 就会有人说客户根本没有下定 但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因为ASIC的产业 就是先委托订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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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法說之後 大盤差不多就開始要往下殺了 22號是今天 是這一天 當天大盤就先殺 隔天再殺 反彈兩天殺得更兇 所以外債條件極度不好 所以也不只金醫科 全市場所有電子股空投肆虐 空單大增到處狙擊 連金網會 我看前天都有個新聞說 要查說是不是有名嘴配合主力 在節目上放一些虛假的利空 打壓股價 或許是要從中牟利 或者要低檔吃貨 這金網會的新聞稿 不是我講的 結果了解調查局 好像最近也都有在查出租因 但現在就是一個大盤的阻跌段 所以空方四頭大勝 所以不只金醫科 所有的IP股都在破底 IC股全部都在破底 所以金醫科就從原本是最逆勢最強勢的股票 遇到最差的時機 然後剛好公司又開了一個 其實沒有必要開的座談會 其實你股東會講完之後 就可以結束了 因為開了這個座談會 其實沒有給這些想聽的法人 他所想要聽到的東西 你可以不用講 因為大家可以理解說 反正時間到了你就會公佈 但是到你還不願意公佈之前 你也不願意講 開這個座談會 大家白來走一招 又遇到市場這麼差的時候 那個補跌的後座率就出來了 然後跌破一些關鍵點 比如說原本在所有均線之上 當你連月線 季線 年線 半年線 什麼都跌破的時候 後座率就出來了 變成多殺多 本來買在400多的可能反手停損 本來買在300多的 看到逼近成本也跟著砍 然後甚至有投信也曾經砍了 大概五六百張吧 都是停損 因為股價一路跌下來的過程 從來會鬆動 鬆動下來之後 這兩天又遇到分盤交易 所以你說買最多一天 只能買29張 不然你就要存現金 所以通常分盤交易的後半段 比較容易漲 前半段就是一個整理 所以就造成這兩天股價 昨天拉一個長下引線 今天又打下來 只能說 這一波金融科走是真的可惜 原本逆勢往上 股價如果沒有什麼太強烈的補跌 可以撐在這一層均線的附近 做一個比較橫盤的整理 一個合理的跌幅就好 然後等到後面的客戶如果付款陸續進來 接著準備要投片 上去股價就很精彩 如果這樣子下來之後 變成後面就要等營收來做驗證 當前附近來的市場的那種 似是而非的那種空方的那種 利空謠言 他就會不攻 自破 那時候就會還給他一個公道 所以如果說這一段是不該跌的 後面他就會漲回去 那當然這中間 應該是要所配合 分盤交易到後半段 比較有機會 開始反攻 然後 大盤你也不能太差 天天破底 天天跌兩三百點 你要人家逆市也很困難 然後 最好就是說 確認客戶開始入賬 所以我就說股價從逆市變成超跌 目前 中國A客戶 跟中國B客戶 據我所了解 在7月份 都有機會付款 那中國A客戶比較像是公物的系統 公家的系統 所以那個付款流程真的比較大三 那B客戶是純商業領域的客戶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的阿薩利 所以B客戶的付款 趕過A客戶 這個機率不低 因為他們非常的積極 但不管任何一家付款進來 後面是搶著要投片的 搶著要投片的 也就是說這個錢進來 你會先看到營收就跳 所以7月份看起來 是我認為最有機會 創新高的第一個月 最有機會 他的意義是 後面要啟動的是投片 其實這個就是 法輪圈跟一些比較懂的人 他一直在等的東西 就只要投片了 就知道後面 蹦蹦蹦蹦蹦就一路往上 那在正圈圈真的懂的人 其實大家認為說 投片之後要看的是四位數字 而且是很高的四位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 我這邊就不談了 我也不能去談 這種所謂的 沒有憑據的目標假 但後面的商機是很大 所以只要任何一個客戶 7月份付款 入帳營收衝上去 後面接著要投片 股價就準備要逆轉 所以當你看到就是說 跌停板怎麼那麼多人要買 這都是有道理 盤勢這麼差 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說 什麼時候 大家的股票會開始反彈上去 反轉上去 我只能說 只要你堅持買的是金銘股 都有最好的相關的毛利 EPS成長性跟市占率 這些數字的話 沒有融資的問題 現在 咬緊牙關 撐一下 或許 行情的第一點轉折 或在未來的這一個多禮拜之內 的任何一天 Maybe 你都有可能會看得到 因為美股已經有一點那個味道了 但是還不明確 但從我們今夜 我認為那個時間已經快到了 所以大家忍耐一下 等會我們再來小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昨天我沒有露營 但昨天的合一是亮燈漲停板 那文章中就有提到 那主要是因為他的六月份零收 就如之前所預期的 認了一筆簽約金 3360萬的美金 大概10億的台幣 就入賬了 EPS貢獻度大概2塊多 股價就漲進 可是我也說這個很好玩 就是說 其實之前 公司板就說這一筆會進來 但是可能因為一方面 大盤就真的殺很慘 二來美國一財部分 本來預期要正在6月底 後來看來有delay 所以市場就認為有delay了 那就先把股票砍掉 搭配大盤又破底 所以一下子從214又殺到150塊 又跌破了起漲點 波動也是很大 結果營收一公告 昨天果然又漲停 那你前一天賣的 怎麼沒有想到說 人家就跟你說會有營收呢 所以有時候股市場就是非理性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市場氛圍還是很重要 當市場氛圍反轉的時候 那壓著沒有反應力多 它就會開始做一個強烈的反應 我認為那個反轉點快要了 可以期待一下 那6月份順利任列10億的簽約金 股價昨天漲地 當然今天拉回 因為大盤真的有夠爛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美國預財的部分 藥證7月份還是有機會拿得到 公司的講法沒有改變 因為還在一個實現之內 所以地緣的利多還是會發生 股價我認為終究還是要上去 9月中國藥證估計會OK 生股股沒有景氣衰退問題 相對電子股有條件先行來做反彈 這是目前生股股的優勢 易達前一線癌的新藥4月美國上市 營收估計會持續入障 然後如果說這一筆 新藥上市的權益金 有機會在6月份可以先行入障的話 本來說7月8月 公司說爭取6月份入障 如果先行入障的話 比如說我上跳 股價可能就跟合一一樣 所以其實都是有利多的股票 不像電子股就說什麼 砍單 衰退 報價走跌 庫存太高 生股都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沒有什麼太多籌碼套的問題 然後永鑫投資30億擴產CTMO 現有產能已經接近滿載 以CTMO的高價指標股保銳 投信是買不停 今天幾乎本來都是紅的 最後尾盤跟著殺下來 投信是幾乎是天天買 天天買 所以這種就是CTMO的高檔的強勢指標股 它不跌 大盤只要直穩 很有可能就衝上去 成德集團就是以永鑫為CTMO的發展的重點公式 今天我認為發展的空間相當相當大 所以請大家如果沒有融資問題 股價再撐一下 轉折很有可能在近期會發生 也歡迎大家來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帳號 收音小要數STARMES的交流之後 每天盤中11點多 會有我解盤的文章 對大家對於趨勢方向的判斷會有幫助 留人正義加聯絡電話可以得到 再來我將要布局的一檔最新的7月份的新表股 祝大家收視你明天再見 別的記者 請找信線 歡迎各位 下面 請詳細